喂 我是吳季星 我們現在在台灣台北新電視 現在是早上8點51分 現在已經是5月14號 2010年 今天在台灣這個英里天 室內溫度跟室外溫度都差不多 跟室室25度 現在相當舒適 室溫的一個氣候 我們台灣早上的新聞 就是台灣早上電視新聞 像最時常看到就是民視 民視早上就是張曉昆在報新聞 張曉昆一大早就起床 你要趕早上6點報新聞 可能要4點多就要出門 趕到公司然後就開始報新聞 一段正常非常早 像台灣還有就是 早上前報新聞 就是像王淑麗 那個 東森新聞王淑麗小姐 王淑麗小姐就報氣象 但是都早上一早就起來 報新聞 中國電視公司 台灣有一個中國電視公司 那像西恩的話是不一定 早上誰報新聞 是難說 有時候是安靜麗洛 有時候是Kristi Lestude 有時候又是其他人在報 所以說今天他們早上新聞 是有文流的 其實像香港早上6點 也是跟北京一樣 一大早就要起來 那像中國中央電視台 第四台都是不一定的 他們早上7點新聞是重播 8點有一個新聞 所以還好不用趕早 6點報新聞的話 像北京都是東天 那是非常累 你要住在公司裡面去的 我們昨天晚上注意到一個新聞 就是民視 就不是民視 就是台灣的TVBS 荒煉華 他是政治大學 台灣的政治大學 新聞系畢業 就是台灣政大非常有勢力 那TVBS的李濤也是政治大學 新聞系 還有米蘇里 美國米蘇里大學研究 那個 昨天晚上的方天王 特別訪問民進黨的 女的黨主席 叫蔡英文 蔡英文他就表示 他要跟 那個 中國大陸 對話 覺得是政治對話 因為他是講是說 不預設全體 對於說 到底要談獨立 還是中國統一 沒有什麼特別看法 沒有什麼預設看法 所以一定要談獨立 一定要中國統一 他想要跟 中國人民共和國對話 跟中國大陸對話 這大概是民進黨 他們黨員的看法 5月 他們要選那個黨主席 所以這次放出來 對於說 民進黨 他們要改變 他們的中國政策 的前兆 我們這新聞 已經傳遞到 美國新 還有CV 還有中國中央電視台 第四台 我想 QEBS在香港 香港的新聞 也會演播出來的新聞 我是吳季欣 從台灣 台北新電視 發出了報導 像民進黨的電視台 像台灣的FTV 還有台灣的SET 這是台灣的民視 還有三立電視台 這對上海四伯會 有一個正面的報導 有提到很多 那一大早就報那個 沙地阿拉伯館 好 我是吳季欣 謝謝